没看过导弹这个呢 是我们导弹工程兵的一个遗憾 当兵18年 尽管一直在为导弹筑巢 身为导弹工程兵的沙子嘎 却从来没有现场看过导弹发射 而这也成了他军旅生涯里的一个遗憾 绝大部分的人呢 他都是没有见过这个导弹的 因为每一次我们把这个导弹的将 安好了 建好了 然后呢 我们就为了赶下一个 我们就离开了这个地方 把这个地方交给了使用导弹的人 沙子干出生在四川大梁山的一个遗族家庭 从小在大山里长大 上学时需要翻山越岭 平时放牛放羊也是在大山的怀抱 后来入伍成为导弹工程兵后 这个遗族汉子再次钻进了大山深处 我们这个工程兵呢 他上班是在洞库里面 所以呢是早上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上班了 等我们下班的时候呢 太阳已经落伤了 所以他呢 他呢 常年不见这个阳光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工程兵来说 阳光是个生殖品 还有一个呢 他这个 常年在这个洞库里面工作了以后 他就呼吸不了外面的这种新鲜空气 沙子岗和他的战友们被誉为为导弹筑巢的人 为了建设地下工程 沙子岗所在的导弹工程部队常年奔波在外 钻深山密林赴高原戈壁 与大山为伍 与岩石为伴 除了常年身处艰苦的环境 对于沙子岗这些导弹工程兵来说 更要经常面对塌方等危险情况 一位产脸和这些炸药 这些打交道 还有呢 他会出现塌方 还有呢 我们在背符浇灌这个混泥土的时候 使用的这些材料呢 它都是大则几十堆 小则一两堆 它就这些组装起来的 随便一下磕磕破破 都会导致人残疾 或者付出生命的这些机会 时代在发展 科技在进步 沙子岗说 如今再也不用拼体力 耗时间打人海战术了 现在要靠科技手段提高效率 改善导弹工程部队的工作环境 在高原高海缺氧的地方 那么氧气就相当的少 但是工作不得人啊 得不得 骂不得 只能就是赶紧要保持这个 按照实际节点的推进 那么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 我们就搞一些适合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小发明 拿个小氧气瓶 让它背着边吸边干 背着氧气瓶就干这个工作 吸着氧气干这个工作 它不就很好地给它解决了 感谢观看